那么林森你知道吗 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喜欢吃巧克力的 那么尤其是女生 那么你知道吗 在芝加哥有一个巧克力迷必到的地方 就是半岛酒店里面的巧克力buffet 就是自助大餐 在这里呢 各种风味的高档巧克力随你吃 让你痛痛怪怪的过一次巧克力 最吸引的人还有一个巧克力拳 记者岳城现在就带我们去探访 这个巧克力爱好者的天堂 等一等我先把这个巧克力吃下去 在西方的传说中 有一个叫青春拳的地方 渴望奇迹的人们 只要引下这眼泉里的水 就会青春涌住 容颜不老 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 是人们美好愿望的延伸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只要你是一个巧克力狂 你就会发现 也许这眼泉真的存在 它一样会使你感受魔力 欣喜若狂 这就是巧克力拳 在美国 巧克力几乎是所有人的喜好 每年在全美各地举行的募捐活动中 有很多是打着品尝巧克力的旗号 来吸引参观者 巧克力之爱嘉年华 是法国高点学校 为筹募该校的蒋学金 在芝加哥著名的商品市场大楼 举行的募捐晚会 今年的晚会 吸引了数百名甜点厨师和美食家 前来参加 这其中就包括了芝加哥半岛酒店的 行政厨师长凯勒尔门 我猜想美国人非常迷恋巧克力 尤其是到了情人节 复活节 还有圣诞节 等特殊的日子 人们就像疯了一样吃巧克力 说起美国人对巧克力的喜爱 用疯狂两个字来形容 还真不为过 据美国糖果协会统计 美国人每年消费 30亿磅的巧克力 平均到每个美国人头上 不对 应该说平均到每个美国人嘴里 是每人每年 11.5磅巧克力 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 在巧克力的消费量上 也在美国排行第三 尽管不是第一 但足够令芝加哥 感到骄傲的一点是 这里是美国巧克力大亨 米尔顿的好食 得到灵感的地方 在1893年 年轻的米尔顿的好食 来到芝加哥参观 格伦布世界博览会 在令人目不暇接的展品中 其中一个将近1000公斤 高于3米多的巧克力雕像 最让米尔顿感到神奇 他当时就决定 把精英巧克力 当成毕生的事业 在1900年 第一个好食巧克力条诞生了 随后的好食 低壮牛奶巧克力糖 KISS 也大获成功 巧克力业 从此在美国蓬勃发展 随着人们口味的不断变化 巧克力的风味也不断演变 除了经典的黑巧克力 和杏仁巧克力外 各种新奇特殊的巧克力配方 也相继出现 比如说 您尝过辣咖喱味道 或者培根肉味的巧克力吗 价格并不高昂的好食巧克力 让巧克力不再是 富翁们独享的奢侈品 即便在经济不景气时期 巧克力仍然是人们偶尔犒劳一下自己的消费首选 位于芝加哥市中间的半导酒店 别出心裁地 创办了一些特有的巧克力大餐 All you can eat chocolate bar 任你吃的不非巧克力吧 巧克力吧是我们城市现象级的一个去出 每到周末 这里都很火爆 说起它的由来 还真是无心插流流成音 当酒吧忙不来的时候 我们开始在这里提供巧克力 结果非常受欢迎 慢慢的巧克力吧就这样逐渐形成了 正是开张后两个月 在每个周五和周六 我们这里的座位都被预定一空 巧克力吧很有特色 你可以在用完晚宴以后挑些巧克力品尝 也可以从巧克力菜单中 专点巧克力餐 我们的巧克力宴分三道 头台是开胃小点拼盘 然后是巧克力不非 也可以作为饭后甜点 到晚上午会的时候 我们还提供巧克力马提尼 为了给我们的客人更多的选择 还有顺便给他们介绍一些美食方面的知识 我们的巧克力都力争多样化 而不单纯是牛奶巧克力 黑巧克力或者白巧克力 我们还标有巧克力含量的不同百分比 巧克力含量越高 味道就越苦 在厨房里 大厨和助手们要花上几天的功夫 来精心准备周末的巧克力不非 从颜色到视频点缀 细枝入微一丝不苟 我们提供自制糖果 德菲斯巧克力 还有巧克力曲奇饼等等 质感和装饰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除了特色巧克力之外 我们还用传统的巧克力饼干 以及棉花糖等来达到菜单的平衡 对于想用巧克力来说 从来没有吃的太多这么一说 对于今天恰巧来到巧克力吧的客人们来说 今晚可是他们幸运的一晚 兴致勃勃的凯厨师亲自给他们小食牛刀 现场给客人们制作了自己拿手的巧克力帕尼尼 亦是巧克力三明治 妙不可言 太好吃了 多吃一些吧 不会害你们的 快过节了 你总要吃点东西吧 太棒了 好吃极了 据文献记载 巧克力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欧美一直是巧克力消费的领头羊 但近年来 在亚洲 尤其在中国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到巧克力美食家的行列 巧克力的销量以每年10%到15的速度快速增长 在北京 更是由巧克力迷用巧克力建造了世界巧克力梦公园 里面有巧克力兵马俑 巧克力长城 还有巧克力清零赏后图 巧克力也许不是青春之泉 但对于全世界的巧克力迷来说 品尝一下满嘴流香的巧克力 无疑就让他们进入了时光停滞的美味天堂 美国网合同记者岳城在芝加哥的采访报道